太像了 我明白了 是不是在我之前 还有一个人搭过你的车 那个人和我长得很像 很像 简直一模一样 好像就是一个人 穿了不同的衣服而已 你有个双胞胎姐妹吧 没有 真没有 真的没有 那太神奇了 不是双胞胎 竟然有长得这么像的人 姚庆生惊叹着 然后他刚要发动汽车 又停了下来 转脸看着女孩 你真不是刚才的那个人 都说不是了 可是你们怎么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样 大哥 我哪知道那个人是怎么说话的 反正我一直就是这个声音 要不我给你变个声 快开车吧 我还赶着去三桥旅店呢 世界这么大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新闻里不是也总报道那些 不可思议的巧合吗 对对对 什么失散两地的双胞胎姐妹 成长经历高度一致 嗯 还是同一天结的婚呢 新郎竟然是失散的双胞胎兄弟 要我说 他们最好还是别团聚了 容易弄混 对 女孩的幽默赶走了 姚庆生的疑虑 他们开心地聊着 很快就到了三桥旅店 再见 姚庆生把女孩送下车 然后还没等开出多远 他就又在前面看见了一个拦车的人 那又是个女孩 打着一把雨伞 站在路边 朝姚庆生焦急地挥着手 姚庆生忽然生起了一股莫名的预感 他放慢车速 瞪大眼睛 在车灯的光亮里捕捉着那女孩的脸 当他快要开到女孩身边的时候 那女孩放下了胳膊 把头上的伞向后挪了一下 那一刻姚庆生猛地看清 这不又是刚才那个人吗 姚庆生的心跳陡然快了起来 他停下车 靠住椅背 望着车窗外 那一团黑黑的身影 然后身影变成了女孩的脸 女孩俯下身 焦急地拍打着车窗 拜托 能让我上去吗 拜托 拜托 姚庆生犹豫着打开一截车窗 大哥 我想去阳光植物园 能不能送我过去 上车 女孩忙不迭地打开车门 收起雨伞 坐在副驾驶座上 姚庆生侧骨身 阴沉地看着女孩 怎么又是你 这回多了把雨伞 女孩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不懂你的意思 是不是和朋友闲得无聊 出来找个傻瓜姐妹 大哥 我想去阳光植物园 你哪儿都不想去 只想下了我的车再换一辆 换件衣服 抄到前面去 搭我的车耍我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一点也听不明白 你想干什么 去阳光植物园 大半夜你去植物园 等朋友 不行吗 等朋友 我和一个朋友约好了 明天上午去植物园玩 我爸爸是那儿的看门人 我想干脆今天晚上在值班室过夜 就省得明天起大早了 有什么不对吗 女孩的脸上邪满了 忿怒和委屈 那样子不禁让姚庆生怀疑 她真的只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搭车人 反倒是自己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姚庆生又认真地端向那个女孩 同时努力地回想自己今晚的一次次经历 大哥 能不能麻烦你 给我带到前面的信和气修厂 哦 我明白了 是不是在我之前 还有一个人搭过你的车 那个人和我长得很清楚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一点也听不明白 我和一个朋友约好了 明天上午去植物园玩 但姚庆生最终确定 自己的脑子非常正常 阳光植物园 她又一次无奈地发动了汽车 等朋友 很快 车停在了阳光植物园门前 女孩刚要下车 姚庆生叫住了她 等等 干嘛 你还没告诉我 刚才你怎么会一个人 在那个地方乱车 哼 还说 吓死我了 我本来是打车的 那个司机看着年纪不小了 像个慈祥阿伯 谁知道 谁知道不正经 除了市区天黑又下雨 就想占便宜 被你骂跑了 女孩半张着嘴 惊讶地看着姚庆生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衣服准备了那么多 台词怎么就一套 什么衣服 台词 我不明白你在 下车 女孩慌乱地打开车门 她显然被姚庆生吓到了 一边在雨中撑起伞 一边快步走向植物园的大门 转眼 她的身影就消失在了茫茫的雨幕里 雨越来越大了 姚庆生心烦意乱 她不断地提醒自己集中精神 但还是忍不住把目光一次次地投向路边 果然 没过一会儿 她就远远地看见路边站着一个人 打着伞 在朝她招手拦车 对 是个女孩 姚庆生盯着那身影念叨着 依附和刚才那三个人 不 是和同一个人那三次出现不一样 但是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姚庆生也看得越来越轻 这又是刚才那个女孩 走开 姚庆生闪电般把车从女孩身边开了过去 又一次看见那个女孩的时候 姚庆生几乎以为这场噩梦已经结束了 女孩好久都没再出现 绿海山庄也离姚庆生越来越近 可是就在姚庆生的车刚刚转过一道山梁的时候 她猛地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人 她停下车瞪大眼睛看去 又是那个女孩 打着伞 站在路边 冲姚庆生挥着一只手 然后她迈开脚步 朝姚庆生走了过来 姚庆生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 你到底要干什么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猛地踩下油门 可是转瞬之后 她又一脚踩住了刹车 她回过头 看见了女孩被她甩在车后几米远的地方 正快步地跑过来 转眼就来到了车边 姚庆生打开车窗 大哥 我想去前面的利明酒店 你能不能 上车 女孩打开窗门 坐在副驾驶座上 谢谢大哥 雨实在太大了 多亏遇见了你 你要去哪儿 利明酒店 就在前面 拿来 姚庆生一把 抢过女孩的拎包 不顾她的阻拦在里面翻找着 你干什么 还给我 可是包里除了手机 口红 和一些日常的用品之外 没有任何奇怪的东西 给我 女孩把包抢了回去 你要干什么 藏在哪儿了 藏 藏什么 偷拍的工具 偷拍 对啊 做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捉弄陌生人 偷偷拍下来放到网上给大家取乐 我知道有的人专门干这种事 你说什么 我可没偷拍你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 我干嘛要那么干 那你究竟想怎么干 这是你今天晚上第五次拦我的车了 我一次一次地让你上来 这个游戏有趣吗 大哥 我胆子小 荒山野岭你别吓唬我 我只是去利明酒店等一个朋友 早就约好的 你说什么 偷拍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想 你要是嫌麻烦 我自己走过去 女孩的哭声楚楚可怜 姚庆生无奈地看了看她 发动汽车朝利明酒店市去 车停在酒店门前的时候 女孩刚要下车 姚庆生叫住了她 等等 干嘛 听我说一句 不管想干什么 你们都不该这么消耗一个好人的耐心 年轻人 做点有用的事 姚庆生看见那女孩的脸上泛起了愧色 然后她慢慢地低下了头 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懂了 答应我 这是最后一次 好吗 好 下车吧 嗯 还有 告诉你朋友 有些事并不那么好玩 这种天气在山路超车非常危险 就算那车机再好 姚庆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刚才第四次看见这女孩之后 自己就驶上了山路 每当在山路行驶的时候 自己都非常小心 注意对象车辆的同时 也会警惕后方的超车 而在这段山路上 根本就没有一辆车从身边超过去 那么 这个女孩是怎么跑到自己前面去的 姚庆生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她挣扎着缓过神来 看见车门炎炎地关着 女孩早已了无踪影 漫天大雨 姚庆生的车向茫茫大海上的 一夜孤舟奋力行驶着 她嘴里念念有词 视线不停地在前方与后视镜之间切换 没有车追上来 没有 她不可能出现 不可能 没有车 没有车追上来 她不可能 姚庆生又看见了那个女孩 她就站在前面的路边 朝自己慢慢地招着手 姚庆生把车停在女孩身边 女孩打开车门 收起伞 坐在副驾驶座上 我要去港湾休闲中心等一个朋友 能载我一段吗 姚庆生的目光躲闪着女孩 她撞起胆子开口 没有车追上来 你是 是怎么到这儿的 我要去港湾休闲中心等一个朋友 能载我一段吗 姚庆生的耳边飘荡着丝丝凉气 她颤抖着发动的汽车 同时偷偷地用余光瞄着那女孩 女孩一动不动地坐着 目光直直地对着前方 仿佛一具僵硬的干尸 很快 车停在了港湾休闲中心门前 谢谢 说完女孩推开车门走了出去 姚庆生猛地扑到车窗前 她瞪大了眼睛 她推开车门望着外面 外面一个人影也没有 就像片刻前离开她车厢的 只是一团空气 见鬼了 姚庆生发动汽车 没命地向前开去 可是转眼间 她就又在前面的路边 看见了那个女孩 女孩在朝她招手拦车 姚庆生向左大轮 车身远离 女孩飞快地开了过去 可是 刚回到正确的车道上 她就又看见了那个女孩 车再大轮 刚回来 女孩又出现了 姚庆生用力地打轮 这时她的车已经完全驶上了 左侧车道 她突然看见一辆汽车 迎面开了过来 在致命的瞬间 姚庆生倾尽全力 把控着方向盘 老天保佑 她的车终于擦着 死神的肩膀停了下来 横在了路上 姚庆生转过头 看见车窗上 映着女孩的脸 然后 女孩打开了车门 别上来 姚庆生扑过去关上车门 她想发动汽车 但汽车莫名地熄火了 无论怎么按点火器都没反应 这 怎么回事 点火啊 求求你 老天 车门又被那车外的女孩 一次次地打开 出去 姚庆生一边奋力护着车门 一边慌乱地拍打着中共台 点火 求求你 老天 汽车终于发动了 谢谢 而此时 那女孩也又一次打开了车门 姚庆生叹身将车门重重地关上 一脚踩下了油门 透过后视镜 姚庆生看见那女孩被她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沮丧地垂着头 姚庆生 姚庆生颤抖着松了口气 然后 她的神经慢慢绷紧了 她觉得车厢里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她看见 她看见车在飞快地行驶 她又慢慢地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双手 她发现自己的两只手空空地攥着 手里没有方向盘 大哥 姚庆生看见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 那个女孩正在开车 庆生 你怎么了 庆生 庆生 醒醒 醒醒 姚庆生猛地醒了过来 她私下看看 发现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 开车的人是妻子阿珍 阿珍 怎么 是你 不是我还能是谁 庆生 你做梦了吧 是 姚庆生坐直了身 她看见外面下着瓢泼大雨 他们的车正行驶在山路上 老天 刚才的那个噩梦简直太真实了 那哪像是梦 更像是一段呼声声的现实 闯进了她的睡眠 姚庆生 我怎么 姚庆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她把手伸进衣兜里 可是兜里空空的 根本没有那个首饰盒 姚庆生又轻轻地撩开阿珍脸庞的头发 看见她正带着自己为她买的珍珠耳坠 阿珍 正在朝他们招手招手拦车 姚庆生的耳边响起 谢谢 我要去前面绿海山庄度假村等一个朋友 你们能载我一段吗 正好 我们也去那儿 走 开车 你说什么 快走 见鬼了 真的见鬼了 见什么鬼呀 人家一个女孩子 我们又正好顺路 不 几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阿珍 等到了地方我再慢慢搞 等等 嗯 停车 又怎么了 往回开 啊 回家 为什么 马上就要到了 求求你 往回开 哎呀你真是的 抽什么疯啊 我们 那天晚上 虽然阿珍一百个不愿意 但还是在姚庆生的坚持下 掉转了车头 在漫天大雨中 向家驶去 第二天早上 姚庆生起床的时候 阿珍已经把早餐摆在了桌上 新婚快乐 你啊 不神一阵鬼 真的 我就快乐啦 阿珍 昨天的事 我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但是我向你保证 一定不给你一个超级浪漫的新婚之夜 要不这样 我们干脆就这个 诶快看 这时一段电视新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我们再来看昨天这场不期而至的大雨 除了为市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内涝之外 这场雨也令大仓和施加林霸段的右岸堤防发生了垮塌 同时万西镇纳陵河下段城关河陶村段左岸等处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垮塌 大雨还造成了泥石流 力延高速146 233公里处都有泥石流发生 但最让人后怕的泥石流还是发生在田丰山景区的绿海山庄度假村 据了解大雨造成的泥石流令绿海山庄损毁严重 该度假村的B区8栋 9栋 10栋 C区的2栋和3栋等房舍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其中两栋房屋被冲垮 C区3栋更是被滚滚而下的泥石流整体埋压 所庆昨夜无人入住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具体情况我们稍后将看到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另外虽然现在出了太阳 但本轮降雨整体上并没有结束 姚庆生和阿珍久久地对视着 绿海山庄的C区3栋 正是姚庆生预定的那间别墅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搭车的故事 遥忍 再来 遥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